历史上的齐妃李氏的出身并不高,他的父亲是李文碧,汉人出身,但是生得冒昧如画,所以年轻时候很受宠爱,在那个母平子贵的年代,生下了三子异女,那么这么多的子女,为什么保不了他晚年的富贵,是些李氏? 是,李文碧之女其实雍正在做皇子的时候不管是世界,侧附近还是附近的人选出身都不算高,比如第一附近乌拉那拉市,没落的贵族家庭出身,那拉是一族应受到多尔滚的牵连而开始走下坡路,侧附近年是,连耕瑶的妹妹,出身还可以,最起码父亲与哥哥都是朝廷重臣,但是汉人出身,祖上并不是什么有名的贵勋家族, 哥哥扭呼噜氏,弘厉的生母,虽然是扭呼噜氏的大姓,但出身一般,哥哥耿氏,弘昼的生母,是管领耿德金的女儿,汉人出身,包括齐妃李氏,按照皇室御谍中的记载,李氏的父亲李文碧在当时并没有任何的官职,其实很多人认为李氏的父亲是知府出身,单纯从这一层面来说,康熙一开始并没有很重视应征这个儿子,最起码没有考虑让应征为皇储, 因为没有为应征取一位有家是背景的福建,帮助应征坐稳皇位,或许这也是为何到了康熙晚年,雍正宠爱年耕摇的妹妹年事的缘故吧,毕竟年事的娘家是对自己的争夺储君之位最有帮助的势力,我们言归正传,李氏出身虽然一般,但嫁给雍正以后还是比较受宠的,至于具体嫁给雍正的时间并不确定,大概是在康熙33左右, 毕竟康熙34年,李氏就为雍正生下了次女和朔怀克公主,怀克公主是雍正所有女儿中唯一一个长大成人的公主,雍正下旨下嫁给了那拉什辛德,只可惜年仅23岁便病逝了,那时候雍正还没有登上皇位, 康熙36年,生下第一个儿子红盼,红盼年仅两岁夭折,红盼夭折的次年,李氏又生下一个儿子红云,红云活到11岁夭折的,康熙43年,李氏又生下一子,便是雍正旭齿的第三子红十,红十是雍正实际上的长子,更是李氏三个儿子中唯一一个长到成年的儿子,除了您是生三子一女,全部夭折外,李氏是位雍正生育子女最多的, 但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李氏嫁给雍正以后还是很受宠的,李氏也算是母平子贵从世线,升级为侧附近,换句话说,从一个伺候人的变成了有人伺候的主子,只可惜新人的到来,让李氏色衰而爱之,其实单从雍正对李氏的宠爱还有生子的数量来说,李氏的起点还是挺高的,不仅有儿子可以依靠,还有夫君的宠爱在,若是雍正能成功登上皇位的话, 李氏被封为妃子,魏妃都不在话下,即便是色衰而爱之,最起码还有一个长子可以依靠,怎么着都能善终,但历史的结局并没有这么圆满,总结原因有两点,新人的到来,让李氏的存在感变低了, 没了宠爱便没了存在感,儿子是有,但有红利在,注定红十不会登基,但红十是有野心的,后宫之中不仅可以母平子贵,还能受子牵连,康熙五十年是李氏一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事,雍正最喜欢的一个儿子红利出生,红十要年长红利七岁,因为红十年幼时期的启蒙老师何清, 心思不在教育红十学业上,只知道嚼舌根,将红十的学业给耽误了,所以在雍正的眼里,红十从小便不学无术,没有什么培养的价值,反观红利从小就聪明伶俐,而且还很孝顺,随着红利偏偏长大,掌兄红十便更入不得雍正的眼,雍正邀请康熙前往自己的圆明园享受寒一弄孙的天伦之乐,挑选的较为年幼的红利跟红昼,而没有让已经长大成人的 红十参与,便可以看得出长子红十天资一般,在雍正的眼里是不惹麻烦便是好事,并不盼着能给自己争面子,康熙对红利算是一见钟情,便将红利接到了宫中亲自抚养,随着儿子红利的得宠,其生母妞呼噜式的地位也随之上升,更得雍正的宠爱,第二件事,雍正的册服近年式入府,几乎得专房之宠,提到您更摇的妹妹年式,大家都会想到 《甄嬛传》中那个嚣张跋扈的年式兰,没有为雍正生下一儿半女,但实际上历史上真实的年式兰是一个温柔贤淑的女子,在入府以后便包揽了一直到她病逝这十一年间雍正所有的子女,为雍正生下三子一女,只可惜全部摇折,一是因为年式是大将军年耕摇的妹妹,胡广寻抚年侠林的女儿,雍正要争夺地位,需要依靠年耕摇的知识,二是因为年式是大将军年耕摇的妹妹,胡广寻抚年侠林的女儿,雍正要争夺地位,需要� 年式确实年轻漂亮,而且贤良淑德,所以雍正对年式非常宠爱,几乎是专房之宠,更何况年式是康熙特地指婚给雍正做侧服进的,在雍正王府的地位一开始本身就比李氏要高,李氏一开始不过就是一个侍卸,母平子贵升级为侧服进的,更何况此时的李氏已经35岁,与只有十几岁的年式相比,确实年老色衰了,年式的入府,让李氏的位置非常尴尬 虽然有儿子女儿可以依靠,但是却不如一个还没有生育子女的年式地位高,随着年式的得丑,李氏便成为一个透明般的存在,雍正登基以后,李氏的地位是越来越尴尬,因为有儿子在,王府的自立老,才被封为其妃,自尔非李氏,持功殊胜,秉性安和,那顺往前,可杭皇之举度,服刑有素,应于敌之光荣, 曾养成皇太后慈欲,以侧印封儿为其妃,而入宫比较晚的年式,则被封为贵妃,不过让李氏感到欣慰的是,她的地位要比弘历的生母纽护鹿氏要高一些,虽然纽护鹿氏同样被封为妃,但不及其妃的地位高,纽护鹿氏在王府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格格,而且即便是生下儿子弘历 在十多年间地位上也没有上升,之所以在雍正登基后直接由格格被封为西匪,完全是因为弘历的缘故,雍正从登基之初便已经打定主意要将黄四子弘历密定为黄楚,其生母的地位自然不太低了,虽说在后宫之中母平子贵很重要,但也要自己的儿子争不争气,若是自己的儿子能跟弘历一样从小就聪明,得父亲喜爱, 自然会让自己的生母沾光母平子贵,但是若有一个跟红十一样不争气的儿子,想要母平子贵是很难得,更何况红十挑战了雍正的底线,被雍正舍弃是很正常的,不过雍正之所以舍弃红十,其实也是在为弘历登基铺路 雍正从一开始就没有看中自己的黄三子红十,毕竟天资从小就能看得出来,从红十年幼时开始雍正便觉得这个长子没有培养的价值 但是作为一国之君的长子,在叙事上占据优势,难免会心生野心,想要争夺黄楚之位 雍正经历了残酷的九王夺底之争才登上皇位,他深知兄弟相残的残忍,所以想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 为最得益的儿子康熙最喜欢的孙子铺好顺利登基称帝的路,对红历而言,最大的威胁便是兄长红十,若是红十能安分守己,向雍正表明自己毫无争处野心 或者跟无地红咒一样装傻充龙的话,真有可能善终,得以被封为亲王的爵位 生母李氏也能跟着儿子出宫养老,但红十很不安稳,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夺地之心 雍正怎么会容忍他呢?换句话说,在乾隆通往权利最高处的路上,最受伤害的一个人便是红十 雍正登基以后,便秘密立储将黄四子弘历立为黄储,将诏书放在正大光明牌匾之后 在密定黄储三个月以后,恰好是康熙的周年纪 雍正特地让弘历前往锦陵祭祀,出逢周年大祭 雍正却让一个只有十三岁的孩子前往,其心思确实是不言而喻的 次年到康熙继承,雍正又让弘历前往,是在离历朝历代,让一位不经世事的孩子前往主持皇祖的周年纪还有再其继承 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可见雍正对弘历是用心良苦,希望能提高弘历的威望,顺利登基 但雍正如此做,确实极大地伤害了他的另一个儿子红十 其实红十遭受不平等待遇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康熙58年,康熙将成亲王印旨的长子红盛 横亲王印旨的长子红生分为世子 唯独落下了雍亲王印针的长子红十 此时的红十已经娶妻生子,又怎么会不心生不满怨对呢? 雍正登基后,如此重用自己的弟弟红利 作为兄长红十便更加心理不平衡 想要为自己争一争红十越是不满,越是表现出自己夺敌的心思 雍正便更加不会容忍他他 大约在雍正二年,三年左右雍正与儿子红十到了决裂的地步 雍正四年2月18日给廉亲王印四降了一道玉旨 将印四割除踪迹 在给印四的玉旨中居然提到了自己的儿子红十 红十为人,断不可留于宫廷 是以令为陨四之子 金云元最割去皇代 玉蝶内已除其名 红十岂可不撤皇代 主即撤其皇代,交于陨畅 令其约束养善 直接将红十赶去做了廉亲王印四的儿子 印四被割除了皇代子 作为印四的儿子 红十自然也被割除了皇代子 至于为何要将红十赶去做印四的儿子 雍正只说了十一个字 红十为人 断不可留在宫中 至于为人如何,有哪些具体的过失 十字未提 可见红十并没有具体的罪状 被赶去做印四的儿子倒也谈不上是惩罚 毕竟皇帝将自己的儿子 过祭给自己的兄弟也属长事 比如乾隆 将自己多个儿子 过祭给了自己的兄弟 或者堂兄弟 只能说明雍正对红十留在宫里不放心 只有让红十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 才能确保对红利没有威胁 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 雍正之所以如此做 还因为雍正参与了康熙晚年的九王独帝之政 他很同情被雍正残害的书败们 言语中透露出了对书败们的同情 最终被雍正早早淘汰处局 作为被雍正厌弃的红十的生母 自然会被亲自连累 红十被赶出宫以后 雍正也表现出了对齐妃的厌恶 雍正三年十一月 年事病重时被雍正封为皇贵妃 雍正八年 红利的生母扭护鹿氏被封为贵妃 红昼的生母耿氏则是被封为玉妃 而李氏则是一直停滞在齐妃的位分上 没有再得到提升 在后宫之中 大多都是母子为一体 以荣俱荣一损俱损 红十被雍正厌恶 连带着本就年老色衰的李氏 更加没有存在感 不仅在雍正一朝如此 到了乾隆朝 李氏更是孤独终老 雍正十三年雍正帝兵士 皇四子红利登基称帝 红利登基后 恢复了兄长红十的踪迹 但是对于齐太妃李氏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示 乾隆二年 李氏并重 按照宫中的规矩 并重的妃嫔 婢女或者是太监 都要被送出宫养病 当然若是备受尊重的人 自然无需被送出宫 可以准许其养在宫中 比如苏玛拉姑在病史前 康熙特地下旨准许其在宫中养病 而李氏作为太妃 被送到宫外的五龙亭养病 可见乾隆并没有敬重这位额娘 被送出宫仅仅11天 齐妃便病逝了 纵观齐妃的一生是点形起点高 落点低 刚开始凭着自己的年轻貌美的雍正帝的宠 用十年的时间生下三子异女 成为雍正生育子女最多的妃嫔之一 既有儿子又有宠爱 按理说即便不能成为太后 也能安享晚年 但命运就是如此不公 随着新人年事入府得宠 李氏逐渐失宠 更因为儿子不争气 前连自己也被丈夫咽弃 在孤独中病逝 可见身处后宫 不仅要能生儿子 还要会生儿子 有一个身的圣宠的聪明子 即便一开始身份低微 照样不耽误母平子贵 出人头地 孝盛县皇后 纽红路氏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吗 谢谢